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们只能够认识 正如我跟朋友说过要抢MIRROR的票 何必呢 何必呢 MIRROR的现象 MIRROR的现象 是 很红 说句真心说话 是 不如说球 我在你分享之前 我也分享一点点 好 都挺极端的 你知道MIRROR最近有个演唱会 是 因为要实名制 那些粉丝就有怨言 怨言不是实名制 是 怨言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支持你 你什么广告我都出力 你说买什么包 和你吃什么包 是 是 最好 你现在扔少少票给我 是 乞业 没错 也要就是说 有些 老公要帮老婆逮票 真是 对 对 然后老公逮不了票 老公逮不了票 老公逮不了老婆 老婆我逮不了票 MIRROR 不就是等于镜 是的 然後老公就買了一塊鏡給老婆 我買了MIRROR,老婆說開心就回到家 一打開口,給我一塊鏡 然後老婆說要離婚 很難說,所以35萬的粉絲就已經刪掉了 你也知道嗎? 當然了,我也知道 所以有些人就說,變成了很大的怨氣 不是怨MIRROR,而是為何製作公司要做這樣的 總之慘不忍道 我想問問,MIRROR的文化,景象是否很特別? 你聽過MIRROR的歌嗎? 我沒有認真鑽研過那些歌,但也有些印象 有沒有聽過? 聽過一下 你知道誰叫姜濤嗎? 他最令我深印象的一首歌是《夢咀嘴說愛甚麼》 你真的說得到 是,《夢咀嘴說愛你》 你唱不唱到嗎? 唱不到了 我真的唱不到了 我被人欺負了 我唱不到了 我那次是怎樣的? 我忘了跟哪個朋友聊天 你知道有時會有些宴會聊天 你見到明星、新星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當然有朋友說是誰 我也看過你的作品 那最終有哪一首歌 那你就糟糕了 我真的想,不好意思,我去壽街 幸好你剛才問我,我都說得出 你很厲害 你如何看MIRROR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 惡壇現象? 其實我真的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慘不引導 為什麼? 這是一件商品 這是一件做得太過成功 或者太過前衛的一件商品 我真的覺得是商品 不是藝術文化 不是藝術,不是音樂 為什麼呢? 說真話 我覺得音樂來說 是我們精神的食欄 音樂是我們生命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音樂是有感情交流 是令我們的心靈得到安慰 是有美感的 而音樂絕對不能夠是一件這麼出位的商品 而出位就令到我們 你知道音樂在我心目中 是欣賞,不是觀賞的 如果純粹是觀賞 我覺得這個不是音樂 音樂應該以欣賞行先 觀賞就在後面 不能沒有觀賞 但絕不能觀賞的位置 是搶了欣賞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 好像很精彩 但其實很糟糕 但問題就是 現今的世代 或者現今樂壇的做王者 那些所謂表表者 有權力有位置的人 他們無論是基於利益 或者基於各方面的原因 他們都往往將這些東西 認為做得越成功 就是那件商品越多 如果人們喜歡買 這是一件好的音樂 錯了錯了錯了 在我心目中不是這樣 可能你覺得很高傲 但這是真心話 我覺得音樂還音樂 音樂雖然未必能夠脫離商品形象 但絕對不能夠將商品形象 蓋過音樂那樣東西 我覺得有些痛心的感覺 我承認其實 不可以說MIRROR是不好 他是好的 他都很努力 他每一個成員 我相信他們都很努力 不過問題是 我相信他們也有些身不由己 你知不知道他們想不想 自己成為一件這麼出位的商品 會不會將來因為他們這樣導致 他們的粉全部走光 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但事實上來說 我覺得音樂是不能夠觀賞 那個情況是超越了欣賞的情況 我覺得 我就不欣賞 可能是香港太久沒有 我說的眾藝界 不要說只是唱樂壇 它是沒有一顆光芒萬丈的聲音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是這個主因 我覺得是香港社會的因素造成 譬如說我們這幾年都很低氣壓 無論政治、經濟、疫情 或者是人社會氣候各樣東西 全部都是低氣壓 所以 而且年輕人 大家看到他們的出路很困難 無法向上游 所以我們無論什麼年紀 譬如那些老年人、中年人都很愛惜 很想給多些年輕人鼓勵 很想表達他們的心意 想去鼓勵支持年輕人 就造成現在MIRROR 那麼多人認識 甚至這件商品 令到那麼多人賺大錢 都不拉肩 都賺了大錢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反而是有些可惜 這是我的真心話 我想問問 會否考慮再開現場會或出新碟 這是我一向都有期望 不是考慮的 今年多少歲 多後問 今年嗎 我問得 說得到年底 我已經69歲了 蛤? 是的 有沒有什麼長期病患? 有 最近開始有 什麼事? 要不要吃藥? 是沒有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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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浪費一點時間 不斷講一講我自己的觀察 在去年的二月開始 我身體覺得 肌肉 例如手臂、肩膀、胸部、背部 一直往下 甚至是臉部、牙膠 包括背部、腰、腳 全身的肌肉和關節 從去年二月開始 逐步覺得很酸軟和很痛 就好像什麼呢 好像你做完劇力的運動 得不到休息 行步路都好像跳一跳 好像你無力行 或者拿起手臟倒杯水 都覺得無力了 很奇怪 我驗血了很多 都驗不到有什麼問題 後來跳得快 跳得慢 好像心跪的現象 我很害怕 開始情緒低落 醫生找不到原因 照過X光顯影劑心臟 又沒有東西 照過X光顯影劑心臟 又沒有東西 有半年時間 開始情緒低落 因為你覺得很受困擾 正常生活是受干擾到你 好像不能夠正常運作 但我後來發覺自己不能夠這樣 正常生活受干擾 於是我就跟他抗衡 用我最強的意志 你是躺下或是痛 起床或是不做事 他都是痛的 你不如用你的強力的意志 跟他抗衡 用念力 用你自己最大的意志 最大的忍耐力 跟他對抗 做回自己正常的我 但無論你有多堅強 情緒有時都會被他影響 是的 但我覺得我近來都開始能夠溫暖 那就好些了 但問題是 我擔心會不會有朝一日 我戰敗突然動不了 如果我現在不快點開 找機會開一場音樂會 或者有機會爭取錄下唱片的話 或者爭取多些曝光的機會 讓觀眾聽眾記得我 仍然將支持我的聽眾 讓他們有機會見過多些的時候 萬一我戰敗的時候 我這個所謂的纖維肌痛症這個病 大家上網看看 也有這個學名 這個學名是纖維肌痛症 為何我會這麼肯定 因為醫生也不能夠鍛定 因為驗血驗不到 香港的醫生也不想幫我 背鍋 沒錯 要視乎上網看看 甚麼是纖維肌痛症呢 就是 將身體分開19個區分 如果你有11個區分 痛超過3個月以上 多數都是纖維肌痛症 這個你不要搞錯 它跟甚麼肌肉溶解症 甚麼肌肉的其他病變 是不同的 不是那樣東西 純粹是長期令到你 手就好像肌肉沒有力 做任何動作 你都好想放低 不要動 會痛 但它絕對不會 肌肉 我的理解就是 不會肌肉萎縮 不是這件事 正因為這樣 我認為我應該用我的意志 跟它抗衡要唯有共存 所以為甚麼我覺得 我很希望在我情緒 還可以控制的情況下 或者在我自己意志 還可以鬥致高昂的情況下 我儘量做多一些我想做的事 高不高昂 很高昂 比起我沒有發覺自己 懷疑有纖維肌痛症之前 還要更加高昂 因為想打贏它 也是想戰勝它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可以做多些事 我都希望我儘量珍惜這件事 我知道你有機構 已經跟你在討論 在明年、年初 如果是限聚令 沒有那麼嚴謹的時候 都會搞一個演唱會 而且這個演唱會 比上次更加大型 這個是希望可以成事 一切都要看看 會不會跳舞 跳舞? 我很喜歡的 他玩到三面台、四面台 我這次想說 我很喜歡 多少面台 我都不介意 因為在你心目中都是無面台 是的 都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只要我 依然保持我現在的心態 和活力就可以了 希望現在的疫情 或者經濟環境 或者自己的心態 自己的戰鬥力 各樣都成不了這件事 可以 有否想做 又未做到 有的 除了剛才跟你說的音樂會 或者出多次唱片之外 其實有一件事我都挺想做的 曾經在我第一次出唱片的時候 同步 本來是打算做的 不過後來糧球倒閉了 所以全部都停了 那件事就是出一本書 我很想 是 那為什麼我會想這樣呢 其實 出一本書就是將我自己 從小的時候的經歷 視障帶給我的一些困難 或者怎樣跟我身邊的人相處 直至到我怎樣去讀書的經歷 或者踏出社會 怎樣面對一些不同的階段 或者人對我的甚至歧視 或者欣賞也有的 不一定歧視 或者有些人給我什麼機會 或者我怎樣很認真地爭取一些 自己是想像不到爭取到的機會 或者等等等等 或者到現在的心路歷程 或者我的期望等等 我都很希望能夠放到一本書裡面 我的原因就是因為希望 有人看到之後 可以給到一些鼓勵 其他失意或者失敗 或者正在掙扎著的人 可以給到一些啟發 或者鼓勵 這件事我一直都想做到 多謝你 阿球 我們祝你心上事成 身體健康 多謝 我們又再碰杯 你舉起杯就行了 多謝你給這個機會 我和各位觀眾見面 別這麼說 我們希望永遠都是 好 身體健康 好 大家就這樣說 好 可以了 我們一起看鏡頭說再見 拜拜 拜拜 Hello 梁球 多謝你今集攝授我們的訪問 不要客氣 我們有一點點的經驗品送給你 是的 你手上這一塊 就是由我們賣Mystery Aroma 贊助 由韓國最新引入的香氛甜品造型蠟燭 你手上這一塊就是木康布丁蛋糕 你點了之後 這個蠟燭 就會有更加香的 Lamvinda的味道 效果出來 讓你可以在一個很香的氛圍之下 去工作 去繼續創作寫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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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